新北市新莊區一處公廟四號晚上八點 都未經申請核准擅自遭境 警方發現有鎮頭聚集 並且燃放鞭炮擾民 立即出動制止 但卻有鎮頭成員大聲嗆瞎 還與警方爆發推擠重突 警方隨即對空名槍十二槍 交襲姿勢分子的囂張氣焰 順利將他們逮捕 警方多次勸阻大聲 喝斥姿勢分子 幾名男子不僅不服警方執法 其中更有兩名男子大聲嗆瞎 還動手推擠員警 眼看現場情況越發失控 員警一連對空 開了十二強賀阻 交襲姿勢分子的囂張氣焰 幾名衝突事件就發生在新北市新莊區 晚上八點多 遇奉公前多達一百五十人 在未經過申請核准的情況下 就擅自進行繞境活動 不僅有鎮頭聚集 還施放煙火擾民 造成沿路滿地垃圾 沒有人清理 警方啟動快打機制 並且通報幾例增援 其間蔡姓及謝姓兩名犯嫌 竟不聽自止 進而推擠我們兩名員警 我們兩名員警在狀況危機之下 對空名槍十二槍侍警 全案一防礙公務罪嫌 移送偵辦 所信最後順利驅散現場震頭人員 以及逮捕兩名犯嫌 另外宮廟未申請取殼繞境的部分 將依受違法裁罰 記者洪曉璇 謝翰陽新北報導